Q. 对向家离得远,父母不同意远嫁该怎么办? A. 对向家离得远,所以你的爸爸妈妈不舍得你远嫁,这很正常,一来他们希望能够时常见到你,二来他们怕你嫁得那么远会不方便照顾,三来忙,就是怕你嫁到这么远受到别人的欺负,别以为老公好就行。 嫁给一个人等于嫁给一家人呢?你的父母不同意远嫁,但有没有办法让你们调到同一座城市呢? 这个,并非你的父母愿意不愿意的是,关键是,你们的经济实力到了那个水平没有,凡事总是要量力而行的,你们又这么希望可以在一起,将来结婚生孩子,那,当然不可以异地恋啦。 始终,总有一方需要妥协的,两力相权取其重,两害相权取其轻,没其他办法哥,你说呢? Q. 爱上一个有家事的人,又不舍得放弃,我该怎么办? A. 我相信,总有这么一些人,他们很想爱,也很敢爱,但爱的人却远远不是那么一回事。 Q. 是的,爱情是非常复杂的东西,令人捉摸不透,只是凭着感觉爱就爱了,这没什么不好。 Q. 关键是所爱的这个人的身份有些尴尬,是,爱是没有对错之分的,但,如果对方是有家事的,你,无异于小三。 Q. 你,喜欢这样的人设吗?即便,打着爱的旗帜,有骨质金,从国外到国内,小三,都是令人痛恨的角色,不管你有多爱,都是以伤害另一个人达到的目的,可谓是,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。 Q. 你,觉得这样也是值得谅解的吗?该放手的时候,还是要放手,你,得不到同样的爱,而且,三方都会特别痛苦,何必呢?